沐青武?他怎么会中毒昏迷在这里? 王妃娘娘,你,你这是干嘛? 被我伸去守着,不许任何人靠近 能这么用毒针的,不仅仅是个狠毒之人,而且必定是个用毒高手 沐青武开样子,是被暗算了 还有一些手法诡异的,在沐青武的腹部按压了几次 似乎都没有什么作用 他当机立断,取出一把小匕首来 找准位置,刀刃抵在沐青武的腹部 敢敢谋杀少将军?来人,抓起来! 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一群士兵从巷子口冲了过来 慢着,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谋杀你们少将军了? 我们所有人的两只眼睛都瞧见了 女人,不管你是什么人派来的,都准备受死吧 误会了,误会了 我们刚刚路过这里,看到少将军躺在这里 我家主子好心相救,并无恶意 真正的凶手早就逃了 好心相救? 怎么还动刀子呢? 你们蒙谁呢? 来人,把这个女人抓起来! 动刀子是为了救她 她中了毒针,位置非常深 如果不及时取出,后果不是你一个侍卫担当得起的 两个时辰之前,少将军追一个奸细,一路追到了附近 随后就失踪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谁都不知道 看了看手中的匕首,李长风不敢冒险 这件事,他确实担当不起 废话少说,来人,押他回将军府 有什么误会,和大将军说去吧 你会后悔的 该死的东西,我请不到中毒了他还敢动他 这只会让毒素加速在五藏六府里弥漫 去将军府就去,怕疼不成 没做亏心事坦坦荡荡 堂堂将军府还能去打成招不成 然而到了将军府 韩依序却发现自己太高估慕将军府了 牧师这一家子都是当兵的 全都是粗鲁蛮横 动手不动口之人